那秋天呢就是大概是9月10月11月这三个月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天使塔罗牌 那待会呢你要做一个冥想 你要闭上眼睛 然后问自己就是我今年秋天 我的好运我的幸福在哪里 然后凭直觉从1号到5号选一张牌 如果你选到了是第一张牌的话 这张牌呢你看牌面非常的漂亮 他是一个丘比特 你看这个小天使呢他不停在吹泡泡 而且是吹出新型的泡泡 如果你选到这张牌的话呢 你今年的秋天幸福的部分是情人爱怜 而且感情幸福你是90分哦 如果说呢你是单身的人 记得这段时间呢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多参加朋友的聚会 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人哦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另外一半了 有对象了有男朋友有老公了 这也代表今年的秋天呢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呢会相处得非常非常的融洽 然后感情非常非常的幸福 所以说呢你今年秋天最大的幸福 是在你的爱情的方面 如果呢你选到的是第二张牌的话呢 今年秋天呢你的好运是财神眷顾 而且呢财运非常的旺盛哦 你看这张牌这张牌呢 天使从他的手掌心 有很多金光闪闪的东西不停的掉下来 这些掉下来的东西呢就是金币 代表你今年的秋天呢你的财运呢会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呢你有在做投资做理财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呢你的投资理财的运气会非常的好 那可能你工作会加薪啦 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会给你一笔钱啦 或者是你的工作呢可能会得到一笔很大的奖金 所以今年的秋天你的财运非常非常的好 那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努力 到了秋天的时候 你在财务的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如果你选到了是第三张牌的话呢 今年秋天呢你是健康平顺 如常度日是70分 你看这里有一个小天使 这个小天使呢是在水面上玩耍 你看这个小女孩啊非常非常的可爱哦 她在这个水面上啊看鱼啊玩耍啊 非常的自得其乐 这个代表呢你现在的心情啊 在秋天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很想要把工作特别的做好 你也不是呢非常非常的有企图心 然后想要升官想要发财 这些东西你都不想 你只想要说啊我可不可以好好的一个人啊 闲下来啊然后出国出去玩啊 那一个人在家然后喝喝咖啡啊看看书 所以说呢在今年的秋天 因为你自己有一种想要比较闲散比较偷懒 然后比较像度假一般的心情 所以今年的秋天呢你就会过得非常的愉快 那没有什么特别坏的事情 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一个非常平顺的一个秋天 如果你选到的是第四张牌的话 这张牌呢你今年秋天的运气呢是80分 你是意气风发职场得意 你看这张牌呢 他是一个男生的天使 然后呢蹲在那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事情 所以呢这代表现在的你啊 其实呢所有的重心呢就是在想着 怎么样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 怎么样能够升官 怎样能够把这个企划案呢执行得非常好 怎么样呢能够在你的老板的面前呢 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所以呢因为你自己有这样子的企图心 在今年的秋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工作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自己想要创业啦 或自己想要去做一些第二专 学一些第二专长啦 或者是想要去找一个副业来做 这个也都是代表说 今年的秋天是非常适合发展你的第二专长 第二事业 然后把工作做好的一段时间 而且会得到很好的成绩 如果你选到的是第五张牌 你看这第五张牌啊 它代表的是情绪失控 人际纷争 这张牌呢只有60分喔 你看一个天使 然后站在这个海洋上 看起来呢非常非常伤心的样子 所以代表你的秋天啊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让你非常非常伤心的事 可能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伴侣 男朋友 女朋友 老公或者是小孩 会发生的一些 比方说大家的想法啦 然后意见啦 有一点点冲突 可是呢 你有一种有苦难言的感觉 你不知道怎么样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不知道怎么样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 不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心情啊 告诉对方 所以呢 你就自己一个人觉得很闷 然后觉得心情很不好 那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要心情好的话 记得不管你心里有什么话 你都要好好的跟对方沟通你的想法 沟通你的心情 找个时间 大家好好的谈一谈 那当你把话说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比较舒坦 然后你就会比较开心